大家好 甚至各位昨天都有看老爹的影片 老爹的戰地已經拉到440萬了 而且我發現了一個很不錯的東西 我不需要再靠先手職 我不需要再靠先手 來各位觀眾 我決定專心培養這四隻 進進場就無敵了 健身的白衣服 89萬 三個大西瓜 150萬再來 有沒有看到老爹的全息都是0 聰明的你們 已經想到老爹提升了什麼東西嗎 嘿嘿 這可是我自己的秘密呀 好再來 阿拉拉拉拉~~ 好 六個大西瓜 66萬再來 千田漁護 600一山 沒問題 沒問題 現在來到3打5的節奏 對面的全息 還是0 好 我總算受到傷害了 42萬 再來 我的全息真的變超強的 好 然後這點白衣服 91萬再來 沒問題 我的血量很健康喔 3萬1 兩個大西瓜 不痛不癢 對面的藍藍 才60萬啦 有沒有看到啊 而且我的全息血是滿的 就是這麼狂 好 又啊動死狼 28萬再來 千點一戶 500餘三 他只剩3隻啦 我是用40萬戰力打80萬戰力喔 太過癮啦 而且我速度比較慢欸 沒問題 好 老爹 仍然 120萬 他只剩1隻全息啦 沒問題吧各位觀眾 老爹這個後手流 打得還不錯吧 戰力輸了40萬還打贏欸 我跟你說喔 戰力高打贏 沒什麼稀奇的啊 用低戰力打贏高戰力 才過癮啊 各位觀眾 沒問題 現在來到3打1 基本上要輸定啦 這估計是打到時間到啦 不過沒關係啊 因為我們有3隻角色他只有一隻喔 所以最終判定應該是老爹贏 沒問題吧 好 輕輕鬆鬆 結束比賽 然後呢 今天老爹來帶各位看一下 這個極限挑戰喔 上次各位都看過這個豬雀喔 打一下1億對不對 200層 打一下1億對不對 我今天遇到青龍的 我也是傻眼喔 這個到底要怎麼過啊 其實老爹的陣容蠻強的喔 打給你們看 好 我們很多氣 而且商店老闆還可以上護盾喔 然後 東四郎 大西瓜 大西瓜 商店老闆一個拐杖 HIT TO CUT 這樣他的怒 他就開不出大招啦 你以為他開不出大招我們就贏了嗎 太天真啦 他的血量剩一半耶 三分之二 暈不到他喔 好 兩億五千萬啊 我的天啊 兩億五千萬啊 不是啊 這個兩百層是要怎麼過啊 好嘞 那麼這個一百九十層喔 這一百九十層也是超難打的喔 尤其是 這個白虎隊喔 給各位看一下喔 打這個大腳鴨喔 不好打喔 我跟你們說喔 你們到時候到了就知道喔 這一關算是最後一關打得贏的啦 那個兩百層不用想了喔 那個兩百層我都不知道怎麼打喔 好 節拍一個大招 沒問題 最終還是靠藍藍一個暴擊才能帶走喔 你看 藍藍一個暴擊 不是這個 是普攻 普攻的暴擊 不然就輸掉了 就是這麼狂 好 最後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都會卡兩百層的啦 兩百層可能 會卡住喔 那麼玄武呢 只有老爹爬到這麼高啦 玄武一百八應該就不好打啦 好 最後我們打一下玄武一百八 來 對面都滿怒氣耶 討厭 對面氣都滿的耶 不過好像不痛喔 怎麼那麼弱啊 靠腰這麼弱喔 這個一百八是怎樣啊 送人過關了是不是啊 蛤 這個一百八是送人過關了是不是啊 我還特地留下來拍片耶 靠腰 難道那個白摘大招很痛嗎 看不出來啊 啊 哪哪哪哪哪哪 沒問題 那這個一百八也太簡單了吧 可能要到一百九才會那麼難打喔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大招有多痛 應該還好吧 好他的白摘開不出來打招 那應該是過了啊 沒過 撐住啊 好家帶老爹的全息真的是 強到爆炸了耶 不是我在講啊 我真的覺得我的全息強到爆炸了 好全息收收 建築比賽 那麼最後呢 我們要來多測試幾次喔 看那個陣容 是不是真的能夠打贏這個劍神喔 我改一下這個戰魂 這個拔掉 換成 換成這個 那麽最終我老爹會把這些防禦角全部都衝到五星喔 這樣子應該我的防禦流就無敵啦 我在猜啦 好 到底老爹是僥倖打贏的就看這一把啦 我看一下喔 加油啊 拜託啦 好 到底老爹是運氣好打贏的 還是真的可以打贏就看這一把啦 一 頭 看 五十六萬再來 白虎 一百四十萬再來 三個大西瓜 好 好 沒問題 顧麗補橋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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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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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小部影片見 大家 掰掰 我對戰魂還是換回來好了 我這個有點考慮完全走這個 完全走這個坦克流 就整隊硬邦邦的這種 感覺勝率比較高 後手流的話應該是要這樣玩比較強 奇怪 大家掰掰